長寬個19米的熊站造型熱氣球緩緩立起 在草皮上顯得巨大又可愛 台北市觀光傳播局首度以及商務熊站 打造3D造型熱氣球 參加台東台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 而這也是繼台東之後 全台灣唯一擁有代表球的城市 前年我去台總 最近參加他們的熱氣球學校 他們在看這氣球好像蠻有特色的 他們在想說我們台北市最有代表性的吉祥物就是熊站 所以他們在說熊站做一個熱氣球怎麼樣 這氣球做好以後只要遇到我們有國際的熱氣球活動 都可以出去了 後來發現我們要畫一點小錢 做一個熱氣球我們就可以很多機會把台北 在全世界被看到 台東縣長饒慶林表示台北市吉祥物熊站造型熱氣球 將與超級明星Hello Kitty熱氣球一起在今年的熱氣球嘉年華中亮相 相信可以為兩個城市達到跨域加值的效果 台東連續已經50幾天加零了 針對我們的主場域我們是台東人限定 大家知道台東不是 台東第一個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而且我們場地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想這個方式是沒有問題的 我想請大家先不用過多的疑慮 讓我們的活動順利進行之後 相信一切大家都會明白了 為了提振國內旅遊 台北市觀光傳播局 更與台鐵及旅行社合作 規劃台北明日號深度旅遊 總共兩個梯次預計10到12月推出 內容非常豐富創新 首團預計9月份開始報名 預計又將掀起一波旅遊熱潮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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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到